最近我们有一个粉丝专门告诉我 想要一个木纳料的手桌 那正好我们公司的话 是最近有盘了一批木纳的手桌料 就是我手中的这个 木纳料的话 实际上木纳是一个敞口 也是在翡翠众多敞口当中 一个比较好的敞口 木纳这个敞口的话 就是以总水均匀而闻名 那同时的话 它的棉子画得很开 起货也很高 翻种又翻色 如果手中这个胚的话 它就是一个木纳的正产料 现在我们打灯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 你看它这里边的 这个托光性非常棒 整个的话是棉 这个画得很漂亮 整个总水都非常均匀 因为我们的感觉看 其实有些色花在里面 这是一个圆条的 也能做一些正圈也可以 但正圈可以做那种泥丘贝 那么过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手作 一个成品给你看一下 它是同版的要起货的 那之前实际上我们也有粉丝 有两位粉丝 其实是买过这一首两个 他们对这个获平的起货的话 非常满意 你看整个的一个感觉 特别美 特别一感 所以我们从毛胚到这个成品的话 最终还是要看它的起货的 那么它的起货高和低的话 跟它的厂口的话 也是会有很大的关系 厂口越震 起货越高 所以穆娜果然是这样子 非常神奇 真的是不会让人失望 起货很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从这个毛胚到一个成品的 一个蜕变 以华丽的转身 很美很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